1949年的一天,一位老人拿着报纸到处询问自己儿子的下落,甚至追到了长沙军广会。 从老人的邻居们口中得知,老人的儿子早在20年前就去世了。 可不知道最近是怎么了,老人突然在家中嚎啕大哭,言辞凿凿地宣扬自己的儿子没死,之后便到处询问有关儿子的下落,家人没法,只得带着老人到处打听。 长沙军广会的工作人员接待了老人,老人拿出报纸给众人看,激动地说,照片上的人就是我的儿子许德华。 工作人员一看,照片中的人分明就是许光达将军。 眼见情形有些严重,工作人员连忙找到湖南军区的司令萧敬光。 可萧敬光也是一头雾水,名字不一样的两个人到底有何联系? 又为何老人如此确信照片中的人就是他的儿子? 如果确实是老人的儿子,许光达又为何被误会成去世二十多年呢? 支持许光达的老铁们可以在弹幕打上支持,向为革命奉献终身的许光达大将致敬。 1908年,在湖南长沙一个贫苦农民家里,一声响亮的啼哭打破了村里的宁静。 可许光达并没有出生在一个好时候。 那时,长沙一带大雨连绵不绝,洪水泛滥,百姓们叫苦不迭。 满清政府腐败不堪,只知道争权夺利,完全不顾老百姓的死活。 洪水淹没了庄稼,百姓农田颗粒无收,在这场天灾中有数万条生命消逝。 许光达家里孩子众多,他的出生给家庭带来更沉重的负担。 一家子,老小没有一天吃过饱饭。 在许光达三岁的时候,几千年的封建统治被推翻,满清政府的封建统治早已失了民心,民主共和的思想成为人们新期望。 好景不长,战争又把百姓拖入另一个深渊。 年幼的许光达经常在路上看到失去家园,为了躲避战乱四处奔波的老百姓。 他们穿着破烂,脱家带口,许多人受不了路途的艰辛,或是感染疾病,没有得到医治,最终倒在了这片陌生的土地上。 为了让家里人能吃上饭,年仅六岁的许光达被迫成为地主家的放牛娃。 1916年冬天,出门放牛的许光达动运在离学堂不远的地方,也正是这次的意外让他的人生发生了质的转变。 就他的人是学堂的教书先生邹西鲁。 邹西鲁原是清朝末年的举人,终身致力于教育救国,后因仕途不顺回到家乡开板私塾。 邹西鲁想通过教育把自己的思想和知识传递给更多的学生。 在得知许光达时常趁着放牛见戏,跑来学堂外墙偷听课,而这次便是由于实在是太冷了,所以晕倒在了来学堂的路上。 看着眼前瘦弱的少年,既对他衣衫单薄感到心疼,又对他希望读书学习的愿望而感慨, 最终心软地说,明天你就来学堂读书吧。 许光达的眼神中有了光亮,小心翼翼地道,可是,我没有钱。 邹西鲁笑了,告诉许光达不用担心会免出许光达的学费。 许光达强忍住泪水,连连致谢。 就这样,他终于如愿以偿步入学堂。 许光达非常珍惜学习的机会,虽然启蒙比其他学生晚,但许光达日夜苦读,很快就赶上了大家的学习进度。 平日里,邹西鲁对许光达颇为照顾,许光达也没有辜负邹西鲁的期望,每门课的成绩都十分优秀。 五年后,许光达又凭借自己的努力成功考上长沙师范学校。 许光达喜极而泣,多年的努力总算是没有白费。 眼看培养多年的学生有了较好的成就,邹西鲁还将自己的侄女邹敬华许配给了许光达。 本来前途一片光明的许光达,又是如何被误认为去世二十多年的呢? 他在之后又发生了什么? 许光达在学校成绩优异,与同学之间相处融洽,甚至老师也对他刮目相看。 许光达在学习新知识的同时逐步接触新思想。 涉猎阅读了《国家与革命》、《共产党宣言》等论著不断接收新事物。 随着眼界的开阔,许光达对时政问题和社会问题有了自己独特的见解。 后来,许光达积极参加学生运动,逐步解放新思想,但国民党以扰乱社会治安等由头残酷镇压学生运动,许多学生被抓获受伤。 许光达看到这一幕心痛不已,也是从这一刻开始,许光达对国民党彻底失望。 1925年,许光达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,后因表现出色,很快就转入党组织,成为一名真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。 一年后,许光达考入黄浦军校。 在黄浦军校里,担任教学工作和领导的都是年轻的共产党员,许光达被他们先进的思想,丰富的学识深深折服。 许光达按下决心,一定要成为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,解放人民,拯救自己的国家。 经过三年的学习,许光达已经不再是当初那个懵懂无知的放牛娃,现在的许光达心中种下革命的火种,找到人生的方向。 而就在许光达刚成亲不久,一个惊天噩耗突然传来。 原来蒋介石发动了412反革命政变,特务们正在大肆抓捕共产党人。 许光达如五雷轰顶,突如其来的政变令他一时间难以接受。 许光达狠狠拍了一下脑袋,告诉自己一定要保持冷静,不能自乱阵脚,首先是不能祸及家人。 回到家的许光达拉着新婚妻子邹敬华手说道,有你是我的福气。 可,我是一名军人,是一名共产党员,随时准备为革命事业奉献出自己的生命。 我马上就要走了,这一走,不知何时才能见面,你还愿意做我的妻子吗? 邹敬华眼含泪光,坚定地点了点头。 在一个漆黑的夜里,许光达背着行囊悄悄离开家乡。 第二天,许富发现四处都不见许光达的踪影,便询问邹敬华许光达的去向。 邹敬华摇摇头,只说许光达有急事,要离开一段时间,但具体什么事情,他也不知情。 没过几天,国民党的特务突然闯进许光达的家中,逼问许光达的下落。 直到这时,许光达的家人才从国民党特务的口中得知许光达共产党的身份。 起初,国民党特务根本不相信许光达的家人对许光达的去向一无所知,邹敬华勇敢站出来对抗国民党特务,保护家人。 国民党特务最终一无所获才幸幸离开,邹敬华为了让许光达全身心地投入革命事业,主动肩负起照顾公婆的重担。 1927年,许光达接收到上级指令从九江赶往南昌。 许光达一刻都不敢耽误,迅速出发。 可惜还是来晚一步,当许光达的部队到达南昌时,起义已经结束。 许光达没有任何喘息的机会,他又跟随部队往广东转移, 一路上遭到敌方围追堵截,为了保留革命的火种,战士们拼死反抗。 眼看着弹药消耗殆尽,许光达心一横,在这关键时刻,哪怕是用自己的血肉支驱也要击退敌方。 煞啊! 许光达拿起尖刀,大吼一声就朝着敌方冲去。 其他战士健壮,纷纷拿起武器与敌人肉搏。 敌人被打得节节败退,许光达正准备撤离时收到另一支部队被敌方包围的消息。 许光达没有丝毫犹豫,当机立断带着部队前往救援,硬生生杀出一条血路,救出了友军部队。 虽然营救成功,但许光达的部队也受到了重创。 一时间士气低迷,许光达不停鼓励战友,他们一定会取得胜利。 可在一次战斗中,许光达身负重伤,战友们冒着生命危险把许光达从鬼门关拖了回来。 许光达躺在地上,奄奄一息,鲜血不断涌出,很快就失去了意识。 当许光达再次醒来,伤口的疼痛使他无法起身。 老乡听到动静,发现挣扎起身的许光达,连忙上前安抚道, 哎呦,快躺好。 你受了这么重的伤,就不要乱动了。 从老乡的口中得知,主力部队已经开始撤离,许光达现在的任务就是好好养伤。 听着外面炮火连天,许光达的心中充满担忧。 经过十几天的休养,许光达的伤口刚刚愈合,他便要离开,不顾其他人的劝阻,义无反顾地前往战场。 许光达拖着受伤的身躯,行动不便,再加上部队没有按照原先的行军路线,连续几日许光达都没有找到任何线索。 一日,许光达在寻找部队的路上被抓进了国民党部队。 许光达原以为是自己的身份被发现了,打算殊死一搏。 到了敌方的阵营里许光达才发现这里被关着许多的穷苦百姓。 许光达时时刻刻都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,他私下里四处宣传共产主义思想,为革命事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。 很多人都为之动容,许光达的话给他们带来新的希望, 最终在工人的帮助下许光达成功逃离了出去。 现在的许光达无处可去,只好去寻找老师邹熙鲁的帮助。 此时的邹熙鲁已经是清河县的县长了。 邹熙鲁听闻许光达的遭遇后,便询问他要不要回家看看。 许光达一愣,他其实非常想念自己的妻子和家人, 更是想到妻子邹靖华苦等自己多年,不禁眼角寒泪。 但许光达知道,国民党特务已经盯上他了, 他不想连累家人,于是便告诉老师,这个时候他不能回去。 邹熙鲁看着眼前他最骄傲的学生感慨道, 我果然没有看错人。 在邹熙鲁的安排下,许光达改名许泛舟,进入陷警察局工作。 在陷警察局工作期间,大部分共产党人被偷偷释放。 这件事很快引起国民党特务的注意,派遣大量特务前来抓捕, 但许光达早有准备再次成功出逃。 临走前,许光达望了一眼家的方向,他很想去看一眼, 但最终还是压抑住内心的思念,重新踏上了寻找组织的路途。 1949年,全国大部分地区得到解放, 百姓走上街头,欢呼雀跃, 感谢解放军把他们从水深火热的压迫中解救出来。 经过长时间的战斗和磨练,许光达已经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将领。 那时,许光达带领部队解放兰州的英勇事迹广为流传。 新闻媒体争相报道,多家报纸刊登兰州解放的事件。 因为儿子是共产党员,所以许富对时政相当关注。 每当许富看到有关革命的消息,都让他想到已经去世的儿子许德华。 许富有时候在想,如果许德华还活着,这时候一家人就该团聚了。 这天许富正在看报纸,报纸上登的一张照片吸引了许富的注意力。 突然,许富的双手止不住地颤抖, 照片上的人实在是太像他牺牲多年的儿子了。 许富以为是自己思念过度,弄错了, 自己的儿子早在二十多年前就已经牺牲了。 许富拿着报纸,这急忙慌地找了一处亮堂的地方,仔细查看。 虽然照片上的人与许富记忆中的儿子许德华样貌大不相同, 但轮廓却是如此相似。 他心想,要是儿子能长到这般年纪,应该就长这个模样。 许富越仔细看越觉得,照片上的人就是他的儿子。 许富拿着报纸,来往于大街小巷,寻遍街坊四邻。 许富指着照片上的人问邻居是不是像急了许德华。 得到邻居肯定地回答,许富激动地说道, 许德华是我的亲生骨肉,他再怎么变,我一眼就看出来了。 许富猛地瘫坐在地上,把周围的邻居们吓坏了。 只见许富捂着脸,哽咽地说道, 原来,原来我的儿子还活着。 当时,许光达为保护父母不受到特务们的迫害, 便断绝了与家人的联系,这么多年没有消息。 这也使得老父亲一直以为儿子早已牺牲在了战场上。 如今大喜大悲过后,老人更加坚定了要找到儿子的愿望。 于是,第二天一早,许富便踏上了寻找儿子的路途, 既然儿子现在不叫许德华,而是叫许光达, 再加上他是一名共产党将领,那么去军区就一定能得知儿子的消息。 老人一路跌跌撞撞地找到长沙军区, 经过多方打听来到了长沙军管会的办公地点。 可该如何找儿子让老人愁愁了起来, 就这么在军管会的门口来来回回地走着, 这很快便引起了卫兵的注意。 卫兵见老人风尘仆仆,主动上前询问老人是否遇到了困难, 需不需要帮助。 许富像是抓住了救命的稻草, 告诉卫兵他是来寻找自己的儿子。 卫兵问许富他的儿子叫什么名字, 许富回答道,他叫许德华。 卫兵表示并没有听过这个人的名字, 许富表示他有儿子的照片, 希望卫兵帮忙看看。 许富从怀中掏出报纸, 指着照片上的人说道, 这就是我的儿子, 拜托你们看看有没有人见过他。 这一看,可把卫兵吓一跳, 照片上的人赫然是第一夜战军二兵团的司令许光达。 老人家, 您确定照片上的人是您儿子吗? 卫兵有些难以置信, 怕是老人家糊涂找错了人。 许富再三确定自己没有弄错, 照片上的人就是他的儿子。 卫兵火速把情况进行上报, 肖敬光得知此事后, 倍感惊讶, 他让警卫员把老人请进管委会。 事关重大, 肖敬光迅速向中央汇报。 肖敬光在等待中央回复的间隙, 找到许富, 想进一步跟许富了解情况。 许富把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了肖敬光, 我以为我的儿子已经死了, 没想到他还活着。 许富边说边用袖口擦着眼泪。 肖敬光听后更加觉得不可思议, 二十多年父子未曾见面, 名字也完全不一样, 仅凭一张照片如此确信吗? 肖敬光觉得许富可能是认错了人, 但看着许富满脸期待, 他怕打击到许富便没有说出心中的想法。 很快, 中央传来消息, 许富口中的许德华就是许光达。 肖敬光第一时间把消息告诉的许富, 在这一刻, 许富终于忍不住压抑在内心的情感, 不禁老泪纵横。 当许光达知道父亲前来寻他, 倍感自责, 写了一封信寄给父亲。 信中表达对父亲的思念和愧疚, 许光达告诉父亲, 等一切尘埃落定, 一定会回家与父亲团聚。 1950年, 许光达终于回到家乡。 当他怀着忐忑的心情走进家门, 许富却并没有责怪他, 而是拍了拍他的背说道, 回来就好, 回来就好啊。 晚上, 许富让许光达早点休息, 许光达却提出想跟父亲聊聊天。 父子俩像从前一样促膝长谈, 一直聊到深夜。 许富告诉许光达自己不责怪他, 因为他明白儿子身上肩负着使命, 他以由许光达这个儿子为荣。 许光达一生战绩显赫, 在战斗中屡屡负伤, 靠着顽强拼搏的精神一次次挺了过来, 因此才能将革命火种传递下去, 为革命事业做出巨大贡献。 您听了许光达的故事后有何感悟? 欢迎在评论区留下您的想法。